今天我們家不用記住了 今年開始我們家不用記住了 生意出開 你看 你們看 風了 還打開 鴻光 現在我們早上吃了 我們功勞 今天我們要想買 你看看 你的最好 快點 看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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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現在結束了咖啡廳的時光 可能會去盛心堂買一下麵包 但是因為是中秋連假所以可能會人很多 買到了但是沒有順利買到有能想要買的麵包 看到這個就知道中秋來咯 這邊是有顏色的然後這邊是白色的 還有一盒年糕 好可愛喔 Cue 豀盛 好可愛喔 對 我遇見了 器麻 kidneys 偷包 大蒜 下帽 sl 這一次我們為了要避開返向的車潮 所以就比較早下來大天這邊 想說可以跟家人度過一點時間 今年開始我們家不用記住了 年級的時候只會聚在一起稍微吃個飯 所以心靈上面 心態上面就輕鬆得非常非常的多 然後今天也有了一點的時間 所以我現在準備要跟老金兩個人去 來一趟睽違已久的大天約會 因為現在回來大部分都是回家嘛 然後都會跟家人在一起 就比較少機會兩個人出去走一走 好 準備出門 一個熟悉又不熟悉的房間 這個房間其實以前是我們的房間 不過因為後來雙胞胎他們有使用這個房間 所以現在的比如說窗簾啊 備單這些都已經不是當時的樣子了 今天要去的咖啡廳是之前看到就存起來 可是一直都還沒有機會去 這次當他有機會就想說一定要去去看 我把頭髮現在剛剛還有封在 其實是因為店家很貼心 他幫每一組準備了這個房間的風扇 其實很酷 我說《這次的房間廣場》 咖啡小火 做的 这个吃 这就是最好的 ETA 吃 白鸡蛋 吃 好吃 我配了 吃 这是 这个 中国战胍 在收藏前面的地方 这个房间是很漂亮的 这个房间是在收藏的房间 这家店一定会在收藏 就是在收藏的房间 这家店是最好的房间 我们这里的房间 我们来吃一家 吃一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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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是中秋節當天 現在是早上的10點39分 沒有想到我竟然可以有時間 可以這麼悠閒的化妝準備 我現在化下妝 等一下再跟你們說 今天用的眼影盤是エスプラ的 然後它的顏色都是我覺得 一盤你外出的時候帶著就可以 完妝的組合配色 嗨 我現在已經化完妝準備好了 換了一個短袖的襯衫 雖然沒有記住但是我還是沒有穿得太隨便 然後今天用的唇彩是 這個唇釉是5號 昨天也跟大家提到我們家 今天開始不用記住 那我想如果你是看我影片很久的人 或是有一些人可能是看我以前中秋記住的影片 進而認識到我的頻道的人 就會知道我們家每年中秋跟 過年的時候都會記住 就是會有記住桌 然後會有很多記住的食物食材放在上面這樣 然後會有屏風 其實現在的韓國社會有很多的家庭是已經不記住了 所以大家在逢年過節的時候反而會是一起出去玩 或是單純的聚在一起吃飯 然後我們家就是一直都有持續這個傳統 但是我們也一直在醞釀 就是希望可以簡單化簡單化 終於在去年的時候吧 我們終於革命成功了 全家有一個共識 就是以後逢年過節的時候 我們就是聚在一起簡單的 吃個飯就好了 就不用這麼麻煩 因為其實每年要提前準備啊 買菜啊 當天要這樣子白排什麼的 其實都會花費非常多的時間跟心力 當然我是沒有幫到太多的忙啦 因為畢竟我就是一個小媳婦 但是我婆婆她真的是很辛苦 所以我們就一直希望可以簡化簡化 然後今年終於成功了 所以大家以前看到的我們家的祭祖桌 基本上就已經走入歷史了 所以大家如果懷念的話 可以去看以前的影片 我個人是目前一點都沒有懷念的 我覺得真的是心意最重要 當這件事情變成 只是為了要祭祖的祭祖的時候 家人聚在一起 來一些各忙各 然後把那些東西準備好擺上去 可是也沒有什麼 家人之間的交流跟 就是沒有聚在一起的意義 現在已經11點多了 我還可以在那邊拍影片 像以前中秋的話 就是早上可能6點就要起來的那一種 就覺得 太開心了 我們現在在等奶奶 爺爺他們過來 等一下應該就是簡單吃個飯 好我要去 家見幫忙一下 但是每天早上ματα 還有一些 piercing就吃個飯 20 small fifteen �含了 120點啥 對 對 平常去 done 我可以拿去一片 我拿去 中文字幕 李宗盛 中文字幕 李宗盛 我現在是一樣的 你先看什麼 你先看什麼 你現在是真的嗎? 你現在的聲音 被你開始嚇了 來來來來 你來來來 你去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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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去我 你去吃這個 你去吃這個 你去吃喝酒 你吃這個 你去吃飯 你吃吃飯 你吃飯 充分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今天终于有秋天的感觉 加了一件针织 然后前面就穿了裙子跟白T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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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準備了我們兩個的咖啡 然後這個是 上次去越南的時候買個餅乾 最近看得出一日一行動的奇蹟 這是老金今年的生日餐 他沒有要海帶湯 但是他想要辣燉雞跟這個是泡菜鍋 中午已經吃了一次了 生日快樂 謝謝